太平滨海步道全长约有三公里 是一条兼具山海景色和古道风情的休闲步道 来到步道可以观看一望无际的台湾海峡 往东可以看到台北港 向西则是可以看到林口发电厂 视野是相当辽阔 太平滨海步道又圈南湾头太平滨海怀旧步道 这条古道近年来在巴黎垃圾焚化场 回馈地方的建设辅助下 铺设了完善的石阶步道 全长约三公里 是一条兼具山海景色及古道风情的休闲步道 太平滨海步道是在我们巴黎焚化场的 回馈经补助时下来兴建的一个石阶步道 全长大概有三公里左右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这里踏青散步 步道进入不远处 可以看到一座荒废的极强炮台 正在平台上向前观看是一望无际的台湾海峡 往东可以看到台北港 向西则可以看见领口发电厂 视野相当辽阔 步道的入口不远处呢 就可以看到一座荒废的机枪炮台 那往前望去就是我们的台湾海峡 那往东的话 望去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台北港 那往西来看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发电厂 那整个视野非常的辽阔 那公所这边也欢迎民众 不妨在假日的期间呢 西家带眷一起到我们的步道来走走踏青 周末假期当您路过此处时 不妨停下您的脚步 在此小七片刻 欣赏这美丽的山海景色 记者胡逊轩领口采访报道